2023年9月16号星期六 利用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个小灶加餐 今天的加餐一共有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钢铁 第二个板块是工业气体 第三个板块是培育钻石 那为什么是这三个板块呢 一会儿我再讲 那么咱们不得不说上一周 上一周先从大盘来看一下 你看上一周大盘 从这样看是一个横向的整理 但是周线上这是跌了不老少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打到周线图大家来看 这是不是周线图在这儿这样的 没错啊 那那位说出这周线也没跌不老少啊 我指的是周一的时候是挺不错 只是开始走了一个不错 那接下来这几天可不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惯性 你比方说人就像吃惯了好东西 哎你要给他点粗粮 他就不愿意吃了 每天都吃肉 反过来你让他吃点啊 没有肉的素菜 他就受不了了 就不像说以前啊 他饿着呢 一旦能吃饱 吃什么都可以啊 这就不行了 所以我说本周的下跌 那就是说源自于周一这一天 周一就来了一个上涨 上涨之后这就没好过 直到周四的时候出现一根红角线 周四这根红角线 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啊 黑周四不黑 但是周四这一天上涨的只有1100家 下跌的个股超过3700家 所以呢 周四这一天出现这根红角线之后 我们对市场呢 就心里头比较打鼓 因为最近一大阶段呢 就是从八月份这以来啊 八月份每一个周四 只要是说 哎这个周四是红的 周五都出现下跌 无一例外 八月份所有的周四都是红角线 那你看到这之后又来了 这不是吗 周四出个红角线 结果昨天周五就来了一个大跌 并且昨天这个周五的下跌呢 也很奇葩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上涨的加数和下跌的加数不一样 你看周四那天虽然说是红角线 但是下跌的加数3700家 上涨的只有1100家 下跌的是上涨的三倍还多呢 对吧 可是昨天周五的时候 大家看上涨的有2570家 下跌的是2250家 就是上涨的比下跌的还多300多家 然后大盘还跌了这么多 所以呢 人们心里头现在有点打鼓 也很矛盾 不知道这个位置 你看股票呢 多数都在上涨 不知道该不该追 而有一些手里头有股票的发现了 不但说有股票的指数 你看得好像还行 也看着这个上涨的加数还行 但是手里的东西去亏钱 那位说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一个亏钱效应 假如手里有三只股票 上涨的红的就是那么涨一点点 下跌的跌的不少 这不就是亏钱效应吗 所以说在这呢 上一周走得很不好 我们把这个定义先放到这 你看上周那消息可不老少 大上一周那消息更多 此前的消息更多 这不就是政策组合权 人们说那个政策组合权应当越打越好 这股市咋还越打越沉呢 是啊 咱们是挨打了 尤其是昨天周五的时候 周五 第三个周五 每个月第三个周五 叫股指期货交个日 你看昨天大盘跌成那个样子 结果呢散户又被割了韭菜 在这呢 咱们就不给大家添堵了 周六周日呢 我们想点高兴的事 不过在这呢 我只是把大盘复苏一下的 现在这个载幅区间 已经收敛三角形的末期 在这种收敛末期的时候 可能只差一跌之后 一跌之后补上缺口 那就来了上涨 对不对呀 所以周日的时候 给朋友们打打气 那么打打气的时候 假如它下跌之后 下周就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得提前选好股啊 没错 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板块 来 我们逐一把板块呈现出来 第一个先说钢铁 为什么拿钢铁出为说事呢 因为百费带兴啊 你比方说像房地产呢 还有各方面的基建呢 大投入啊 总之一设计到建设 就少不了这些个顺周其类的 那顺周其类的呢 你像这个煤炭什么的都涨起来了 咱们就不提了 像有色呢 现在煤飞色舞啊都跟着上去 我们也不讲 所以呢就说一说这个钢铁 钢铁它给这个基本上还没大洞 而且呢 我们把钢铁的长期走势图来看一下 你瞧 钢铁除了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跟着干过一波啊 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没大洞 那这个位置可不是今年 这个位置大家瞧 这个位置是两年三年前呢 那么今年这一波是啥 说的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大家看好啊 就是这一大波 这不是今年上半年三月份之前 干起了一波吗 接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现在呢 你再仔细瞧瞧 前面这一波 为什么放了这么大的量 瞧瞧这放了这么大的量 那么到这难道就结束了吗 这个位置代表着机构啊 主力啊 一个建仓的行为 也就是钢铁这个行业 现在呢已经有机构 已经有一些主力在里面生耕了 所以我们把它带来 这个就是带来它的主要目的 另外前面这一波 当时啊 拉高出货也好 什么也好 现在这呢我们就不看了 都是过去时 所以说按照现在当前这来看 这还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同时呢 我们再来看 现在MACD处在零轴附近 如果MACD太靠下 那证明啥 那证明已经动能被打压到极点 那么要想反转的时候 它必须得有聚集的力量 你比方说消息 现在消息呢 扎堆出 但是跟这个钢铁没关系啊 所以说想要大的消息刺激它 只是之前已经放过去了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 它MACD不能太低 我指的是直 这个预值不能太低 你看在这里高位的时候 下来之后是不是打得很空啊 因为打得很空的时候 要想上涨 必须得释放这些消息 消息驱动之后 涨起来一波 消息过后落下来了 那么现在呢 经过冲高回落整理 人家前期这些个大的主力啊 人家在这里面还没出来呢 所以呢 我们在这潜伏着 也就是了 这个MACD代表着一个动能 那么现在再来看这个均线 现在仍然在均线20上方 也就是冲高回落 然后又突破20线 这不是8月28那一天 起摇额子吗 我们不说它 咱们说冲高回落之后 你看这里 充交量累累渐少 证明什么 充交量渐少 没有人跑得出去 主力还在里面 说的就是这个劲 那么现在呢 仍然能够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它仍然能守到20线上 证明这个位置是有东西在这深耕 好 这是第一个品种 另外再跟大家说第二个品种 工业气体 那边说帮主啊 怎么又搞成工业气体了呢 工业气体啊 你比方说 有一些汉乃亚克县东啊 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有很多东西 它们呢 都是在工业上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工业呢 它在制造很多高端东西的时候 就需要一些个气体 比方说配合反应物啦 催化剂啦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工业气体呢 是泛泛而止 也就是高端材料里的这一部分 现在材料类的有很多都已经推上去了 像一些超导啊 还有第三代的半导体啊 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归类的 什么圆晶 多晶 单晶 咱们这些东西呢 都已经长过的东西 我们就不跟着后面跑 现在说说工业气体 这些东西你看上去好像是冷门 但是你仔细一瞧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你仔细看呢 现在我把它放小一点 是不是长期的这属于下跌状态 这里呢 曾经挖过坑 挖过坑跟上面这是一个对冲 我们先不谈它 单说这一步啊 它能这样的走 而且这样来看呢 并不是说它愿意这样的走 就有人不断的在洗愁 看到没 每次挖坑都能有人往上抬 这证明什么 这不就证明它在这不断的在清理筹码吗 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一个阶段 MAC的红毛一直在吸纳着 并且大盘跌成这样 或者怎么地 人家呢能保持在二十线上方 你再来看 每次上涨的时候都很灵力 证明啥 这里面是有主力控装 或者是说这里面有深耕的品种 我们跟着这样的不容易挨打 好 那再缩小来看啊 就是长期来讲 它是处于一个没有过大的涨幅 这个就叫做只要不追高 韭菜变研刀 另外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培育钻石 那位说培育钻石又是个啥 培育钻石这里面呢 有十五六只个股 现在呢 大概有十三只左右的活跃 那么这个里面呢 多数的东西 还都在咱们一个河南那个地方 大家要晓得啊 如果说当一个板块 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像煤炭 它就容易抱团向上涨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的资金 还有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联系的紧密 所以说呢 大家知道这抱后的一个小猫腻 就行了 那么现在面临着啥 培育钻石 很多东西都不是说用到民用上的 有人说培育钻石 那一粒钻石不都说 什么一颗横九远 等等的地吗 一粒永相传 那么咱们说的呢 不是说用到民用上的 那么我们国家 现在多数的培育钻石呢 都用到高精尖的设备上 好 这个是它的基本面 我们在这就提一嘴 培育钻石 它之所以说能入到咱们的眼帘 最主要的还是说它本身 它够低 大家说够低吗 哦 的确够低 而且我们看这一波上涨 是不是很凌厉啊 那么这一波上涨的时候 你来看啊 这一波上涨超过了前面 那么成交量却没放那么大 为的是什么 那就证明主力没跑出来 换句话说 这个部分 他们还在这里面 捐着呢 只要在里面没跑 那么剩下来讲 我们这个位置就不害怕 我们这个位置 原本 原本就比他们低很多 这不都已经快打骨折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再往后面来看 经过几波 1.0 2.0 甚至3.0的下跌 这个位置 已经构成了 叫做位置决定性质吗 它够低 够低的时候 我们就不担心了 你想想 假如我们在这个位置构建 是不是建仓的话 会比主力 那么我们比他的成本还低呀 有这种可能 不过呢 主力是什么 人家经常性的做价差 人家是不断的做价差 已经把这个成本 摊薄到很低了 我们别想着说 比人家还低 只不过说呢 这个位置够低的时候 它具备一定价值 那好 我们现在看这里 MACD 这个位置放大一点 是不是也有很多 红毛的跟进 而且大家看 二十线上方 能够守得住 是不是也具备 向上飞的动能 证明什么 证明主力在这 不愿意把它打得过低 一旦有些东西 打得过低的时候 很容易被筹码打飞了 那么下跌的时候 这都是谁呀 这主力砸完之后 人家再慢慢吸筹 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个品种 既然它不跌破二十线 同时又是长期下跌 而且为什么长期下跌 还不跑到水下很远呢 就证明在这个位置 人家可能要预备着 或者是上涨的动能 已经积聚到了 好 再重新梳理一下啊 这三个板块 都是在这个附近吗 就是有的是在低位 你看像这个 是在低位 你看它够低吧 绝对够低了吗 还是不是很够低呀 另外再说这个 钢铁 钢铁就是硬朗货 别说它够低 够高的问题 这里面 有很多大家伙 有很多大主力 都在这里面趴着呢 另外 再看刚才的工业气体 是不是这些东西 都在零轴附近 我指的是MACD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们都具备着 一个潜伏爆发的动能 好 那么再说说 下周的大盘啊 通过下周大盘 就这个趋势来看 现在已经进入到 整理的末期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板块都跌到很多了 你看刚才我给大家 带来那几个板块 虽然有一些东西呢 已经出现了止跌 但它们并没上涨 而且呢 大盘这个位置 只要在抠一个深度 来了一个双底 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那么可能就在下周的时候 人家要涨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好 朋友们 以上三个板块 工业气体 还有咱们的啊 培育钻石和钢铁 给大家来一个小道家餐 咱们周日中午的时候 还有一个下周策略会 主要是讲下周打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周日中午的下周策略会 见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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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